幼儿足球运动近年来在国内为围风潮 成为许多家长培养小孩运动习惯与锻炼体力的首选 而桃园市也在市府的积极规划下 幼儿足球元年正式启动 上周末第一届桃园市幼儿足球锦标赛正式开梯 有31支的队伍超过300名小小选手参加 现在就透过镜头一捅来看看他们的精彩表现 小小选手们在气垫足球场上卖力比赛 拼搏的斗志完全不输给成人选手 而这也就是幼儿足球赛最大的魅力 300名小选手共同在这场盛会上竞技 除了彼此切磋球技 最重要的也是享受运动与挥汗的乐趣 他本来就很热爱琴球 然后借这个活动 然后再让他培养更多的兴趣 这样子 我觉得小朋友参加这个比赛 其实蛮有意义的 因为我觉得要训练小朋友那种荣誉感 然后跟热情 然后一开始要投入那个比赛 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比赛 明年继续加油 桃园的足球运动环境近年来突飞猛进 软体与硬体资源都越来越完整 除了有各级学校与社会足球对体系 未来更以六级衔接为目标 而在场的小选手们就是最好的幼苗 也让桃园市的足球发展更有潜力 桃园市政府 郑文燦市长今年扩展幼教的教育 增加了1750个名额 那特别在今年又举办了这个幼儿的足球比赛 那希望能够把这个足球的发展 从原来的国小扎根到幼儿的教育 那今天来参加的这个队伍有高达31队 那小朋友都有一个非常愉快的这个足球假题 那未来我们也会持续的办理这个幼儿足球的这个比赛 那希望把国家的这个足球往下扎根 幼儿足球举办的非常的激烈 也非常的受到小朋友跟家长的欢迎 那未来我们会持续在议会 针对体育局还有在议会的部分 我们全部的议员会一起来协助 让我们的足球活动能够更在桃园更加的盛行 那期待未来能在巨带能够有机会来 来举办这个幼儿足球杯的活动 那我们会一起努力在议会一起来加油 有比赛就有输赢 但对这些小小选手来说 有没有拿到胜利是其次 能够在正式比赛上快乐踢球 感受运动奔驰的畅快 相信对他们来说会是一次更加珍贵的体验 好未有声新闻林德操如竹采访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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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